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的思维大脑都非常清晰 我要做什么 每个舞台的规划 包括我对歌曲的诠释 都是很清晰的 我一点也不糊涂 我一定会把自己逼到 无论我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让自己做到 我一直在想 我刚进去的时候有点糊涂 但是我进去了以后 我就不糊涂了 就是我进去了以后 我的思维大脑都非常清晰 每个舞台的规划 我对歌曲的诠释 都是很清晰的 我一点也不糊涂 我就是属于我做一件事情 我会非常的 就是钻进去 掉进去的感觉 这个舞台我没有准备的充分 我就上台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一定会把自己逼到 无论我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让自己做到 就没有想过您做的事 就干好当下的事 对于我来说 舞台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 代替它变成第一顺位 所以也就没有想 首先要肯定自己 就我觉得都还不错 然后但是都可以再好 我其实对于我自己 每一个阶段 我觉得我的要求 包括目标 都是不断地在更新的 因为我是一个 不是很容易知足的人 就是 对对对 所以 其实就对于 无论是唱跳 还是其他方面来讲 我觉得就一直努力就好 因为下选秀节目特别多 会不会知道 有点担心自己过气了 你觉得什么是过气呢 这两个字我不是很敏感 我觉得 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 在我的世界里 只有在意的事情 才会影响到我 那自然我不在意的事情 就无法影响我 对于我来讲的话 舞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一个舞台 我都会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两个月 如果在时间很充足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每天都会 不停地练习 不停地练习 我觉得这是对舞台的一种 尊重吧 而且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尊重 不要想别的 就想舞台就好了 不要想名词 不要想他比我好 他比我差 直接都没用 其实有的时候 你在一个大环境里 有可能会迷失自己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如果出现了什么疑问 不要怀疑自己 一定要更加坚定 自己对这份东西的喜爱 如果你不够喜欢 你就不要做 只有你够喜欢 你才能付出你百分百的热忱 去尊重这个舞台 我觉得 就是 我是一个新人 我现在可能是处在一种 要跨不跨的状态 我觉得每一段经历 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包括你人生中的所有经历 你都不可能 就是拿出一段来说 就是这段经历 对我帮助最大 我可能记忆最深刻 或是怎么样 我是一个就是 比较注重细节 这些经历里面 都会有很多细节 无论是跟人相处 还是自己跟自己斗争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不一样的体验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 我要跨界还是怎么样 因为跨 对于我来说是这只脚 跨到这只脚 然后这只脚再跟上来 其实 我是都想学习 然后都想去参与 所以我觉得 就是多方面的发展 那自然是更好 不是说我能吃苦 只是我的目标性 会比较明确 因为我觉得可能 如果我做完这件事情 它可能对我是有帮助的 无论它的帮助是小是大 我都会去努力认真做 它拍完了以后 那露出的是我 大家看到的也是我 那我一定要好好做 那不然丢人的也是我 但是我也是需要休息 就是要劳逸结合吧 不要把自己 就是说逼得太紧 就是偶尔给自己一些压力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不是能吃苦 是对自己负责任吧 对于我来讲 我工作没有什么压力 它只是不一样的一种方式 不一样的开心吧 获取开心的这种方式不一样 我觉得工作也是很快乐的 所以我出去玩的时候 包括录Vlog跟大家分享 就只是很单纯的想去玩 只想把快乐分享给大家 对然后你当时不是讲 就是说你在家是你自己做饭吗 嗯 那你有没有什么拿手好菜 什么的 我都很拿手 喜欢创新 就是我喜欢创造一样东西 所以说做饭就是可以不断创造东西 我对于这种就是会比较有成就感 就是那种井井有条的生活 我很喜欢 你追星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在保证好好学习的倾题下 你追星也可以 因为好好学习这个东西 真是为自己学的 学业肯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能理解 会有自己喜欢的人 这件事情 会很开心很快乐 但是在这同时 你也是在喜欢一个人 在你开心快乐的同时 也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因为好好学习 这是你当下应该完成的事情 因为是一名学生 所以当下应该认真完成好这个目标 那这是不是 就是是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呢 也希望就是说 喜欢我的就是学生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你就先喜欢学习吧 你之前不一直都是长发的造型 一直想剪 受到一定境界了 去直接就去剪了 你之前怕显脸大是吧 也不是吧 我就是感觉要短头发的话 就希望自己再瘦一些 可能会更 看起来整个人更利嗦 有粉丝说你的穿搭 经常就是捂得很严实的状态 你承认吗 我有捂得很严实吗 我觉得还 我觉得还好吧 我只是就是比如说 会有新的造型的时候 会稍微捂得严实一点 其他的时候其实稍微还好 我就是想 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就是我要是剪了新头发 或者剪了新头发 想藏起来 然后不让别人知道 然后突然在舞台亮相的时候 发现哇 全新的造型 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 穿搭的小心得 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 小心得嘛 自信就是最好的穿搭 就是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随便穿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人的气场很重要 那就是被粉丝叫老公或者老婆的时候 你心里的内心OS是什么样子 内心OS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老公还是老婆 都是对爱人的一种称呼 是对他们在表达他们对我的爱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